哈喽啊宝儿们 我是蔡琴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我国的人均GDP有多少吗 在世界上就能排到多少的位置呢 今天蔡琴就带大家梳理一下 我国的人均GDP 其实数据呢 从前一阵子就已经出来了 大概是2020年 我国的人均GDP超过了10500美元 没有错 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 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中国的人均GDP在去年 已经完全的超过俄罗斯 没有错 完全超过俄罗斯 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放眼整个亚洲 除了像日本 韩国 新加坡 这种最发达国家 还有西亚的一些石油国家 在亚洲 可以说 我们已经找不到对手了 没有错 我说的是人均GDP 人均GDP 人均GDP 我再带大家来梳理一下 大概在世界上的排名 世界上的排名 这里有一个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人均GDP世界排名 第一世界 所谓的第一梯队吧 大概就从第一到第39 是蓝色到浅蓝色 首先是北欧这些国家 卢森堡 瑞士 挪威 美国能排到五六位 这些国家基本都是六万 往上 再下来的一些小国 像新加坡 澳大利亚 就是五万 到六万之间 再接下来 四万到五万 美元之间的这些 应该是比较有实力的 除了美国以外 是准发达国家 人口比较多的 像什么加拿大 德国 奥地利亚这些 一般来讲 我们说准发达国家 是不包括那些发达小国 比如说北欧 芬兰这些 什么叫准发达国家 第一 人口超过五千万 人均GDP超过三万美元 三万美元 我们拿一个国家来举例子 大概就是韩国 韩国和意大利 一个五千多万 一个六千多万 这个是准发达国家 并且人口也够 人口经济总量和人均GDP都达到 日本和英国法国差不多 不到四万美元 这些都是大国 意大利的韩国也算 也算五六千万 再下来就是西班牙 什么马尔他这些 再下来就是葡萄牙 葡萄牙被誉为是发达国家 守门员嘛 对吧 两万一千 就算是葡萄牙两万一千 现在是我国的两倍 不要着急 我相信用不了几年 中国的人均GDP 就像中国的经济腾飞速度一样 会翻了翻的往上涨 日本就有媒体预测呀 到2027年或2028年之间 我国的经济总量将赶超美国 超过美国的GDP 那个时候中国就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下面小康国家第二世界 这里边就有我们国家 大概排在60左右 超过马来西亚和俄罗斯 没有错 超过 而且是永远超过了马来西亚和俄罗斯 我们下一个目标 在我们之前都有谁呢 像什么智利 西亚的阿曼 欧洲的一些像 匈牙利一万五千 希腊一万八千 我想用不了几年的光景 我们就可以超越西班牙和西法 在最后就是进入全世界的前三十九名 就是真正的入门级的发达国家 好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梳理到这 下期再见